六点谈健康由默默养生冠名播出 高的一些食品 比方说像海鲜 动物的内脏 啤酒等等 也有的 很多人喜欢吃火锅 火锅里面还有飘零的东西 人体的飘零 代谢之后就是高尿酸 尿酸如果在肾上对接 可以导致痛风肾 如果尿酸炎结晶在 我们的四肢的末端的关节 就会引起 炎性反应 红肿热痛 我们说老百姓叫痛风病 疼痛类的痛风病就产生了 这里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中药 叫车前子 车前子它有利尿排石 这样的一个功效 它的用法 比方说一次我们可以用10克 你可以买100克 可以用10天的 然后用一个布把它包起来 可以放在热水 保温杯里面浸泡15分钟 也可以把它煮水 煮10分钟 然后每天早晚喝一杯车前子茶 来预防和改善痛风病的发作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明天再见 我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订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